我們現在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叫Clipping Magic 那沒有中文沒關係 可是很簡單 所以以後你應該就沒有不會去背的理由 真的真的 我們先看一看下面這裡 它會有給你一個說明嘛對不對 就是這樣這樣這樣用啊 那我這裡面呢 它裡面有幾個Sample有沒有 這樣完就變這樣 就可以拿出來了 那你可以找看看 看有沒有什麼 找人啊 或者是這個動物啊 還是說你要建築啊 其實都可以 那麼這裡呢 我們順便看一下 你可以到 我應該用另外一個看看 好 我用這個給您看一下好了 您如果有去背過的 它在下面會留著 這邊都是Sample 好 我的那個已經應該清掉了 正常來講它在下面 如果你有用過它會留下來 會留下來 會告訴你 那你可以從這裡去找 也可以把你的 就是我們到Google的圖片找看看也可以 好 假設到這邊我再找圖片 我們上次有用過這個 就把我們講公找出來 其實像這裡也都可以啦 比如說你要中正紀念堂 也都沒有關係 好 假設我們找中正紀念堂 好了 這個 但是你要找圖片的時候 儘量不要找太小張的 為什麼太小張解析度太差 那自然去背它的邊緣就會比較不清楚 請問這一張現在多大 是不是400乘300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要找 比較大的 你就按這邊 按這裡 它會找不同尺寸的出來 有沒有 那假設我找這一張大一點點 好 但是也不要在這裡按右鍵喔 因為這裡還是小張的 你一定要從哪裡 查看圖片這個才是原始圖 你千萬不要在這邊看到 就直接存 這樣都是小張的 我把它按一下 好 這個我就把它直接先存下來了 OK 好 那我現在存好之後呢 你可以直接用拖曳的 也可以按這裡來選 假設我從這裡來選的話 這樣就找到 它就會自動把你傳到上面去了 好 那麼在傳送過程裡面 它會給你看到這個工具 好 進來之後 左手邊是你的圓圖 右手邊是去背後的結果 使用上沒有很困難 就是這些工具而已 這些工具 首先第一個 你可以看到這裡 有沒有一個加跟減 要的 用綠色的 不要的 用紅色的 萬一不小心塗錯 橡皮擦在這裡 移動工具 還有什麼 放大工具 上一步下一步在這邊 其實放大工具 我會建議各位您直接 用您的滑鼠的滾輪 往前往後就好 好 你看滑鼠滾輪 往前往後 有沒有 好現在呢 我們就告訴它 哪裡是我要的 這樣 這個是我要的嘛 對不對 但是你要記得喔 不要太認真 千萬不能太認真 太認真會去背不好 我很不認真 有嘛 我隨便畫一畫而已 這裡 這裡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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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也不要 有沒有發現 右手邊都有出來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我會建議你 稍微滾輪放大一點 因為你要這樣看才看得清楚 有沒有 好 那你可以看看 我們移到最旁邊 它這個框框有沒有 比較深的這裡 你可以變成移動工具 就可以移過來 好我再放大一點 看看喔這裡 那這個時候如果我要 可是我筆刷 有沒有現在是太大的 我的筆刷現在太大了 所以我可以來這邊 我的筆刷那個不見了 在下面 有沒有看到筆刷大小 筆刷小一點點 假設這裡我要 我再放大一點 你就在這裡塗一下 有沒有 它就自動上來了 這裡塗一下 我今天挑到比較硬的 因為它的剛好有比較細的東西 所以我就必須要 多塗一點點 點一下就好了 它會自動幫你修 那這裡不要對不對 所以一樣這裡用這個 在這裡 我把它稍微拉進來一點 這個我收起來 好這裡不要塗一下 有沒有自動掉下來了 這裡塗一下 這裡塗一下 比較簡單的 那麼你除了在左手邊做 也可以在哪裡 在右手邊做 你看我在這裡 有沒有意思一樣 自動幫你把範圍找出來 自動幫你把範圍找出來 我有沒有很認真 沒有我都隨便塗一下有沒有 沒有 真的你太認真做不好 我們往上 所以如果真的 就是像這樣你的圖本身 就是比較複雜的 你就只好放大來做 那像我們上學期用那個什麼 黃色小壓那個 那個輪廓是不是就很 Smooth的 那個就很快 好像這裡 這裡 你會發現其實我在做 我都是點一下而已 那為什麼點一下 我也不是點在旁邊 這點在什麼 我要範圍的裡面 不小心做錯了 你就還原就好了 有沒有 還原就好了 你要記得一件事 以前我們被教導的觀念都是什麼 我要把這個東西選起來 一定要繞著它的邊緣 繞成一圈才可以對不對 現在不用 你只要在你 要的那個範圍裡面點一下 它就會自動判斷 那麼它會根據你的筆刷的大小 筆刷越大 判斷的範圍越大 所以像我現在是小範圍做的 就是用小筆刷 那在這裡 我再拉出來 好這裡 這裡是我要的 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我都是這樣塗一下而已 都是在我要的裡面那個內容 你千萬不要塗在邊緣上 邊緣上就會反而做太多 那其實我剛剛這張有點不好 是因為解析度還不夠高 解析度高一點 效果會比較好 因為這邊就會變得很清楚 像這邊的話 這樣效果就變成你要多做好幾次 好 你看 再滾回來 這裡 這裡 好 這裡不要的 這裡要的 好 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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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沒有 旁邊這樣 效果就比較好了 對不對 所以使用上其實真的不難 好 真的不難 那我先把它主要的大致上做一下 這裡 畫一下 畫一下 拉到旁邊 這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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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這樣它就慢慢長出來了 我可以只修一邊嗎 好 好 那你可以看到很清楚 像這樣子 我們再 不用任何軟體器處理起來效果就不錯 那麼 重點在什麼 如果你做好了 最後要把它留下來 要再拿 有一個download 那我們的影像處理裡面有一個格式很重要 這個格式就是它存下來的 糟糕 已經變付費了 糟糕了 好吧 那各位無緣使用 哈哈 它現在已經變付費了 我沒有注意到 Light 好吧 好吧 那你就不能用它 但是你可以 體驗一下 體驗一下這種線上去備 事實上 以前有一個 軟體也是跟這個很像的 它是 就是 去除背景的 那它就像這樣去做 因為它去年 到 還是前年 就應該連續兩年 都是完全免備的 我沒有注意到它 最近改變策略了 其實一般對來講就是像這樣 它一般都會 推廣一段時間之後 然後慢慢的 欸 使用者多了 它就看你要不要付費 實際上 有些時候 我們必須說 如果你不付費 可能也不見得 能夠所有東西 永遠都是免費的 因為它還是需要一些 資金去做處理 不好意思 這個就是我的疏忽了 我想說網站還在 但是你可以體驗看看 它去備的方法 還蠻 蠻方便的 那類似像這樣的工具 在我們的Photoshop裡面 Photompeg裡面 Photompeg裡面 甚至我們剛剛講 那個訓練 有一個叫做Photodirector 裡面都有 都是類似像這樣的方式去做 他們都把它做得比較簡化 這樣盡量不要說 我一定要很會框的 才能夠用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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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